俄罗斯研制的米格-41即将横空出世 飞行速度达4.0马赫 你敢相信吗 俄罗斯米高阳设计局正在研制一款连地空导弹 空空导弹都追赶不上的截击机 那就是即将横空出世的米格-41 它一出场 估计F-22就要被吊打了 米格-41究竟有多神奇呢 接下来将带大家一探究竟 众所周知 在1964年首飞成功的米格-25 最大飞行速度也只能达到3.0马赫 但全球所有的战斗机中 也只有米格-25的飞行速度能够达到3.0马赫 并且米格-25也是世界上能够闯过热仗的几款飞机之一 能与之匹敌的也就只有闯过热仗的美国SR-71 但是SR-71并不是战斗机 而是一架侦察机 因此在米格-25的眼里根本算不上什么 那么或许有网友会疑惑 热胀是什么 它是指当飞机的飞行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 周围的气流就会让机身表面温度急剧升高 从而受到一定的抵败 就好比飞机飞行速度达到3.0马赫时 飞行器表面的温度会升高至350摄氏度左右 这时的温度已经远超铝合金的极限温度 因此铝合金的强度将会有所削减 飞行速度越大 对材料的要求就会更高 米格-41是在米格-25的基础上升级而来的 所以必定也会继承米格-25的所有优势 据相关专家表示 米格-41的速度将再度实现飞跃 其飞行速度将高达4.0马赫至4.3马赫 简直恐怖至极 米格-41飞行速度4.0马赫是什么概念呢 F-22猛禽战斗机或许会被吊着打 虽然F-22为当今世界上综合性能最强的战斗机 但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也只有2.25马赫 而米格-41的飞行速度远超F-22将近一倍 在米格-41面前也只能被吊打的份 并且目前全球所有的地空导弹 空空导弹在它面前都形同虚射 别说打到米格-41 就连跟在人家屁股后面都没有资格 或许有网友会疑惑 俄罗斯已经拥有了苏-57这样的五代机 为何还要撤资研发米格-41呢 其实苏-57虽然名义上属于五代战机 但性能上面也并不理想 由于苏-57比较注重机动性和速度 隐身功能在它身上明显处于劣势 因此苏-57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五代引擎战机 为了弥补苏-57的不足 并且能够与美国抗衡 俄罗斯更需要一款能够与苏-57的搭档空中截击机 以提升俄罗斯空天军实力 其实最令美国担忧的 并不是米格-41的飞行速度 以及人工智能化 而是米格-41在设计时 将空天战机也纳入考虑范围 空天战机不仅可以完成 大气层内飞行的所有飞行任务 并且可以实现临近空间飞行 打击并摧毁美国对俄罗斯的侦探卫星 还可以利用精确激光武器将美国的地方卫星失去能力 实现反侦查的目的 因此美国才会厚颜无耻地搬出外层 空间条约来制止俄罗斯研发米格-41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本期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有哪些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想了解更多知识 关注我 下一期更精彩